要不是这段影像记录 我是万万想不到古装剧中的轻功现实中真的存在 这是2007年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 导演清晰记录下武当山大师表演轻功的一段真实影像 接下来 让我们跟随镜头来看看武当大师表演轻功的全过程 在一番专业话术的讲解分析后 武当大师开始了他的表演 令在场所有人意外的是 他在第二跳的时候因为路面太滑摔倒在地 此时导演们急忙上前查看大师的身体情况 可大师依然生猛活虎身体并未受到一点伤害 就这样的抗摔能力也超过了我们大部分普通人 随后大师讲解到只是下雨地面太滑脚没站过 在快要滑倒那一刻 他用滑力的方式避免了自己受伤 踩碰了然后踩去一种滑力 滑下来了 因为太滑了 就在导演组说要放弃之时 武当大师说服他们自己可以再表演一次 并强调这次肯定成功 透过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大师再一次站在了十多米的高墙之上 仔细观察整个坡度长约在18米左右 这也意味着大师真要表演成功整个过程不超过三秒钟 随后只见大师双腿半蹲一个腾空而立 在落到地面的时候他又立刻弹跳出去 就这样连跳两下之后 他上演了一段完美的轻功表演